好 有喜欢的吗 俗 跟我的气质完全不搭 我这个人是很明信的 我觉得白色不吉利 所以我连婚纱都选择粉红色 那现场怎么可以出现白玫瑰 又怎么可以出现白纱呢 您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听我把话说完 我的婚纱是粉红色 所以现场的玫瑰花就不能用红玫瑰 就凸显不了我了呀 但是 又要跟我的婚纱相配 所以你觉得什么颜色玫瑰花比较好呢 香槟色 吐死了 我说你们这到底是不是高端婚礼定制店 怎么想出的想法这么俗气 我告诉你们 真的一点都不专业 全新的好吗 换一下吧 不是 先生小姐 是这样的 我 我这个店呢 是刚刚才搬过来的 所以很多的那个资料什么还不太全 你等我收拾两天 我收拾好了 两天 你让我再等你两天 我结婚呢 小姐 什么谁啊 帮 我去看一下啊 你 你是信经啊你 你怎么滚了你 那个水管爆了 你不能再坐一下 我真的等你 你这真的太专业啊 连水管都这么专业 水管平板屋就会爆掉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水管爆跟专业有什么关系 你说这种人 一般人家婚礼屋都非常有气质 很雷雷的 很有教育啊 那它是浮浮浮浮的 穿什么东西啊 你好 这你 你好 何总呢 扎萌 快点 水管爆 水管 水管 水管又爆了 水管又爆了 你先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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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水管咬爆啊 不是 你怎么弄的呀 那坏我一副 那工具袋在哪儿呢 工具袋在哪儿呢 工具袋在哪儿呢 咱们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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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帮手来了吗 哪个呀 哪个呀 你这点疼呀 你这多有点 我帮你的 这怎么又漏了呀 这以前老漏啊 你帮我修过两次了 你真是 没事了 没事了 别忘了 我们又要了 差不多 什么时候呢 帮我再寄一下 那天的事 对不起吗 还生我气了呢 怎么能怪你呢 还不是因为我太健康刻薄 因为他们几个没带礼物 我就得理不饶人的 其实那天 我出去的时候 听到他们讲什么了 我知道 您也是为了帮我出口气 谢谢啊 其实也可以理解 这个圈子本来就挺功利的 都是神不由己啊 我家都是为了烘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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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 其实要怪啊 就怪我去那年龄 怪不成为谁 这个大男人呢 抱怨什么呀 那你说街上那些米包的大个儿 多的是模特人多的是 红的就那么几个 云云众生 能杀出一条血路的 就那么几个 你这都混了十年了 还不明白啊 其实有些事啊 你弄得越明白 越越寒心 他们说得对 我呀 就是硬梯在唱的 你看别人退休的时候 都能走一走闲路休 可我呢 居然在我职业身边 最后一场服装修上的那儿 被开除了 你说我是想多倒给你 我说你们怎么还聊整天了 何小姐 我请问你好了没 我到后面等半天了 你再不穿我就要走了 好了 好了 我直接出去 我洗个手 那个 你再等我一下啊 你先去忙吧 这儿交给我 让我收拾一下 你跟我一起去 走 你跟我一起去 走 走 我干吗去啊 我这笨嘴桌 舌头给弄黄了 不会 你坐到那儿就行了 不用说话 快点 屁 那我得换套衣服呀 那我得换套衣服呀 不用换 就这样 急帅 走 走 来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对了我介绍一下 这位呀 是我们的艺术总监张猛 这位是赵先生 冯小姐 你好 我是 你好 我是方明 张总监是搞艺术的吧 对 我听说这搞艺术的人啊 最有个性了 是吗 大家坐下聊好不好 坐下吧 张总监有女朋友吗 没有 当一个儿子 还离过私婚 这么有爱心呀 有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离过婚的男人是最有魅力的 没错 方小姐 接下来您婚礼呀 有什么建议 直接跟我们的张先生聊就行了 接下来他会代表我们公司 全权负责你的婚礼 还有 张总监之前是模特 所以他的艺术有独特的见解 对吧 真的 张总监 那如果有你来亲自做我婚礼的策划的话 我觉得就没问题了 何小姐 签约吧 好的 等一下啊 我有一个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 你处的这一句话都没问题 有问题 我们可以解决问题 没问题 签约 得嘞 让你一顿 张总监 那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行了 张总监怪冷的 赶紧回去吧 可千万别感冒了 没事 她天天锻炼 她不怕冷 那个 慢走哈 小燕 我怎么觉得今天对事不出劲呢 陆觉今天天天特别好啊 你帮我谈成一个客户 是不是觉得还挺高兴的 不对 那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你见过谈客户穿成这样的 你是不是当我傻呀 我跟你说 你在利用我 你在触碰我的色相